哈哈哈哈 路总啊这杯啊我敬您我先干 哥哥喝酒吗 是他陆怀舟四年来我念念不忘的男人 无论他将我害得有多惨 你果然是个贱女人 几年不见从监狱里出来还不忘来陪酒 你不是喜欢陪吗 今天伺候好沈总 我就放你走 你混蛋 我混蛋 四年前是谁不要脸设计爬到我小书床上 还拍下照片闹得全程皆知 我告诉你 我不会反馈你 我没有设计 一年的牢狱生活 我爸爸的公司被你害得破产了 他精神的崩溃了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怎样 你把沈总伺候好啊 你不是最喜欢这样了吗 你这个魔鬼 把人伺候好再说 即使被你送进监狱 身体彻底垮掉我也从未怪你 你真的要这么的绝情吗 你快找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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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默 孙默 你求我 也就会放你吗 陆总 我求求你了 你放过我吧 你就当从来没有见过我 我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 你以为不出现就可以了吗 四年前 我掏心掏肺对你 你却给我戴绿帽子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我没有 陆怀仗 我真的没有 够了 把桌上那瓶酒喝了 我就放你了 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 再喝下这瓶酒 不是要命吗 陆总 我真的喝不了这么多酒 放过我好不好 陪酒小姐 不想喝酒可不行 好 我喝 陆总逼我去死 我又怎么敢不去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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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 大罗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放开我放开 放开你 得罪了牧场 还想让我放开你 美人今晚可有你好受的 你不是很有手段吗 怎么被人欺负的像狗一样 既然你喜欢做狗 就跟我回家去做客户 开门狗 你最好清醒一点 别这么骚 我觉得恶心 你不是喜欢伺候男人吗 今晚把我伺候手了 或许我能考虑放了你 陆怀昭 我伺候全天下的男人 我也不会伺候你 你放开我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混蛋 我真的后悔认识你 后悔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后悔 什么叫后悔背叛我 我没有背叛你 你还有点狗辩 你还有点狗辩 陆怀昭 你不是人 你不是就喜欢这个吗 你不是就喜欢这个吗 陆怀昭 我恨你 这句话应该我来说 我恨你脏 恨你贱 恨你恶心 恨你背叛我 穿上衣服 滚 我看到你就觉得恶心 为什么他从来都不信我 这四年来的惩罚 难道还不够吗 听说 你又开始缠着怀州了 还真是不要年 当年给怀州戴了绿帽子 做的丑事全程皆知 居然还有点难缠着怀州 你的消息还是争灵通啊 你不是通过 卑鄙手段上位了 还是说 你用尽时段的得不到 陆怀州的心 这女人你 姐姐 我知道错了 我不该上怀州的 别再打我了 又来这一趟 启梦咽 你真恶心 孙末 没想到你不及下劫 你细思歹毒 对 我心很歹毒 像我这样的人 又总就当放过一只蚂蚁眼 把我放了吧 想让我放过你 根本不可能 想让我放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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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讓你陪我一下地獄 這四年的生活 每天的煎熬思念自責 難道不是如同地獄了嗎 我還要工作 先走了 這痛 姐姐我做錯了什麼 蘇姆 你被開除了 撿起孟子 我現在最需要錢 沒有錢就拿藥 我的身體會越來越差 孫母 你跪下來求我 說不定 我會讓你來我家當用員 我不會求你 那我們就去瞧 附近 說不定 您會與你生產的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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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陆快舟 只要能救爸爸 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 苏默 你要镇定 你已经没有资格上心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抽到爸爸住院的钱 怎么 决定好来求我了 陆快舟 我爸病了 需要住院费 如果你愿意救他 我可以当你的佣人 听命于你 很好 苏默 我早就说过 你对我的伤害 我会十倍 百倍地还给你 难道你不好奇 你爸的病 怎么会突然发作吗 我只不告诉了他公司当年破产的命运 而他呢 果然是个废物 受不住打印 陆快舟 你混蛋 快舟 姐姐现在情绪失控 我们先回去好不好 莫义 你先回去 是的 啊 啊啊啊 我 啊 你 频道 我 我要再假装青春了 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吗 还有 你不乖乖听话 我怎么帮你把付出岳飞呢 我包养你做我的佣人 每月一百万 你要任何事情都听我的 谢谢陆总 还请陆总救救我吧 把苏胜中的住院费结清 今晚十二点之前 如果你没有出现在我的房间里 我明天 你爸爸的命也不用了 请梦依他们统聚了 梦依让家里的佣人进来 怀州 你真的让姐姐来当佣人啊 这不好吧 哼 不当佣人 难道让她当狗吗 记住 以后的脏活累活 不由你 秦孟姨 你发什么神经 我们这里的佣人 都是五点钟就起来干活了 五点半都快过了 你还在床上睡着 你想造烦 赶紧干活去 否则我就告诉怀州 你欺负我 好痛 我的身体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是不是要死了 死也好 我就能躺开这 心也不会再痛了 这两个月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 还有陆怀州时不时的羞辱 我快要撑不住了 而且 我似乎怀孕了 陆总 我身体特别难受 实在撑不住了 我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眼视线里 苏默 明什么 你就这么想从我身边离开 明明是你先背叛我的 你知道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痛吗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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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陆怀州 你放过我好不好 放过我 你看 我真的会死的 我求求你了 是谁从小到达一直跟在我身后 一遍遍向我表白 现在却说和我总会死了 陆华彰 我恨你 陆博 你还真是贱啊 这么一小口时间 就把白州勾引到床上 痛 你放开我 痛 你还知道痛 陆博 你真是太贱了 我还让你住在这里 你别在这里装模作样 告诉我 白州要出差三天 这几天 你休想走出这个屋子半步 我不会给你一口审核 也不会给你一口饭吃 来呀 来呀 来 你等他 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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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iet 走 你 离开你的这几天 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爱着你 因为爱 所以会 这辈子 就算是下地狱 我也要把你留在我身边 只关了两天半 不可能会出什么事吧 苏默 怀州回来了 苏默 你爸出院了 怀州 苏默死了 你说什么 怀州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医生说 苏默的身体早就垮了 他的肝神功能都衰竭了 心脏也有问题 胃也在出血 你他妈说什么 苏默好好的 谁要感动苏默一毫一离 我让他全家陪葬 你最好给我照顾好他 喂 你说话 怀州 他真的死了 滚 苏默 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刚刚确定原谅你 确定好好去爱你 你怎么这么安心 哈哈哈哈 他到底怎么了 我看到他昏死在房间里 把他送到医院后 医生说他的肝神功能已经衰竭 会不大量出血 第二天 就宣布他已经死亡了 你说什么 肃膜一直好好的 怎么可能就 医生说他的肝神功能三年前就受损了 三年前 是我 亲手将他送去的监狱 他在监狱里到底承受了什么才会这样 他现在在哪里 说 我不知道他的尸体跑到哪里去了 据说 最近盗窃器官的团伙很猖獗 可能是 你他们说什么 苏默 最好俯全尸 你对苏默做了什么 我刚早苏默就出事了 咱们到底对苏默做了什么 说 怀州 别这样好不好 姐姐受伤了我也非常难过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会察得一丝不露 清清楚楚 心爱过苏默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 怀州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事 苏默在哪个医院里 说 怀州 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好憔悴 你到底说不说 第二医院 标查第二医院 我要知道是谁接受了苏默 你怎么办 是谁接受了苏默 ieten 快走 快走 救我 快走 你别动他 滚开 救我 滚开 苏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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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医生说您疲劳过度 您现在 找到苏默了吗 继续找 是 对了 陆总 医生说 夫人死时 是一时两命 而且死前还饿过肚子 这应该是 秦梦依所为 秦梦依 你该死 秦梦依送去国外 让人好好照料他 陆总 夫人有消息了 太好了 苏默还活着 立刻派人去查 是 老大 卢氏的苏默资金 出了问题 需要人出差一趟 您身体一直没休息好 要不 这次我去吧 回亲自觉 肯定已经很久 没好好休息了 您不能为了工作 不顾身体呀 我出差 都是为了找苏默 自从那张照片后 苏小姐就没任何相信 您 找不到他 我永远都不会爱你 知道了 我会为您订好机票 请 好 四众 这不是你 白斯 你快救救我 孙莫 你不认识我了 是陆怀忠啊 陆怀忠 陆怀忠 放开他 陆怀泽 有十年 六年前你就破坏了我孙莫一次 现在你还敢出现在孙莫身边 到时候 你为了这个人打我 怀泽 他是谁呀 他叫陆怀忠 就是那个害你失去记忆的凶手 人没事了 我们走吧 苏莫现在的护士 三明路之内 我让他现在的住址 什么 苏莫居然和陆怀泽住在一起 我什么时候这么犹豫过 怎么害怕结果 太疼 先去苏莫 苏莫 不要这样 我可以让你带你带走苏莫 我可以让你带走苏莫 但是苏莫是一个人 无事物 他愿不愿意跟你回去 我没办法决定 他不愿意跟我走 难道是跟你这个卑鄙小人留在这里吗 如果苏莫不愿意跟你回去 如果苏莫不愿意跟你回去 你还是先走吧 苏莫跟我走 放开我 放开 放开 难道你看不出来苏莫不想跟你一起走吗 滚开 urs haunting enfin 服甲 嗨 呯 说 呯 呯 你还给我 手机我会给你买新的 以后你就住着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我会满足你的 我想要的是永远看不见你 你别以为把我穷尖在这 我就会待在你身边 我会想办法跑出去的 怀者也会想办法来找我的 乖 有什么需要的 告诉我 只要你想要的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满足你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苏莫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至少你以前 还会和我好好说话 现在 你 你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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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寬生 你有毛病 苏默 你知道 我像你想的快疯掉了 那次手术 失去记忆好 是怀泽一直陪在我身边 就像亲哥哥一样 而这个人 我看到我第一眼就讨厌他 苏默 你真的就这么讨厌我了吗 你出去 出去 死磨 你知道 我像你想的快疯掉了 那样的神色 真的是能装出来的吗 陆总 海外的订单被我们拿到后 萧氏那边损失了十几个亿 我们查到萧总最近有些小动作 给我盯紧他 是 这么晚了 怎么还不睡 我在等你 等我 嗯 这里太懵了 我想出去找份工作 这样 我总能找到机会逃跑吧 好 我要怎么联系上怀泽呢 你他妈没长眼睛是不是 这么大的车 我看你状态很不对 我送你回去 谢谢你啊 你真是个好人 刚刚苏小姐说在找工作 如果真想谢我 不如 来我爸的公司上 陆怀昭 陆怀昭助手 啊 啊 陆怀昭助手 陆怀昭助手 陆怀昭 你太过分了 你跟我什么关系啊 我跟谁出去你管得着吗 陆怀昭你放开我 放开我 今后不要再随便接触人了 如果再有这种事 我会把你关进屋子里 你哪里都比相聚 你凭什么感受我的自由 你凭什么把我带到这一来 不凭什么 因为我想 起来记得先把早饭吃了 苏默 我到京市了 今天你想个办法出来 我带你走 怎么晚了 这么晚了 苏默怎么还没回来 陆总 晚上好啊 怎么是你 小神俊 你把苏默带哪儿去了 你可把他交出来 你像成功冷静的商业奇才 鲁怀昭助 居然也有这么气急败坏的时候 今天真是长件事了 不过陆总 注意你的态度 否则 我让你的女人在我手中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哈哈哈哈 你别杀害他 你需要什么条件 我都答应你 哈哈哈哈 陆怀仇 你这样好像一只乞怜的野狗啊 你想要怎样才能放过苏默 想让我放过他很简单 你用露是50%的果权来换 好 我同意 你想怎么换 我会把地址发给你 到时候你一个人来 但你一敢耍花招的话 你的女人会怎样 我就不敢保证了 好 但要让我发现苏默上了一根毫毛 许愿消失 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陆总放心 只要你好好配合 你的女人 什么事都不会有 你这女人 究竟有什么魅力 居然能让陆怀仇这么在意 你死心吧 陆怀仇是骗你的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她是不会来的 是吗 陆小姐也未免太看清自己了 我认识陆总三年 可没见她在乎过谁 陆怀仇真的来了 他为什么要牺牲这么多来救 难道他真的喜欢我 陆总来得还真快 陆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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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吧 讓我承認跑出去 不行我不能丟下你一個人就走 陸懷中你敢殺我 那是因為你蠢 你你招死 陸懷中 陸懷中 我沒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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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那個 昨晚謝謝你救了我 醫生說你沒大礙了 我我去幫你買早餐 什麼事 陸總 蕭氏破產了 但蕭成俊逃跑了 家派人所搜尋 是 陸懷舟 你這個混蛋 居然害得蘇慕被綁架 她現在在哪兒 我的女人在哪兒 你沒資格過問 我沒資格 難道你就有資格了嗎 你給蘇慕造成多少傷害 你自己不清楚嗎 陸懷舍 要不是你在我和蘇慕 訂婚當日做出那種 禽獸不如之時 我和蘇慕今天的所有一起 無奈都不會發生 都是因為你 少來推卸責任 我和蘇慕什麼關係都沒有 她甚至因為你 還不肯接受我的幫助 都是因為你對她的不信任罷了 什麼關係都沒有 是 當初我和蘇慕被爆出的床照 是受到請夢一的陷害 只是你不信任她 還讓她受到這麼大的傷害 你自己心裡沒數嗎 原來她真的沒有背叛我 我這些年都對她做了什麼 是我對不起她 以後 沒有以後了 蘇慕好不容易忘了你 我不會讓你再傷害她 忘了我 你不知道 你把蘇慕搶到身邊這麼久 居然不知道她失憶了 真是可笑 這到底怎麼回事 拜你所賜 蘇慕懂手術 昏迷了半個月 醒來之後 因為藥物過量 失憶了 陸懷舟 無論如何 這次我一定會帶蘇慕離開 在醫院躲了這麼久 陸懷舟怎麼還沒出院 這蕭成俊 應該不會少過來醫院的 說不好 哎 那是不是踏車 這這這這這這 別讓她跑了 打電話 喂 在醫院聽說 發現了蕭成俊的弓箭 陸總 我們的人 在醫院提車場 發現了蕭成俊的蹤跡 繼續追蹤她 不好 蘇慕還在外面 啊 看來是我大驚小怪了 炸不在路牌秀 傻的最愛你的也好 蘇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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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記呀那世人的 死者其他感覺就 孤孟 都是你 陸懷舟 你要是保護保守孟 就離開遠一點 送來了你這麼多年 你就是這麼對他的 我不要了 銷售成功率不到百分之十 我都百分之十 讓最好的醫生來第二醫院 快 蘇小姐身體損傷太嚴重 成為了植物人 蘇小姐身體損傷太嚴重 我要带苏木走 你给不了他这么好的医疗条件 那也比留他在你身边强 等他醒来吧 到时候 我会听他的 苏木 你醒了 什么 滚开 你刚醒 我去找医生给你检查身体 苏小姐 身体没大碍了 不过他躺了这么久 需要注意一下后期的康复训练 苏木 你在医院躺了这么久 我带你出去走走 我后面了多久 三年 三年了 居然这么久 我爸呢 这些年他还好吗 你恢复记忆了 伯父的身体 如今好转了些 苏木 你终于醒了 我听到你醒来的消息 立刻就赶过来了 怀泽 谢谢你 这些年给我的帮助 那你愿意跟我回护士吗 那你愿意跟我回护士吗 可我爸 把伯父也带上 等到了护士 我就给他找最好的医生来治疗 好 苏木 你能不能 陆怀舟 你是不是忘了三年前你说的话了 我要带苏木走 你给不了他这么好的医来条件 那也比留他在你身边强 等他醒来吧 到时候 我会听他的 我去准备机票 如果让苏木跟着陆怀泽去了护士 那我应该以后很少再有机会看到苏木了吗 不行 陆怀泽 你回陆寺工作吧 你是为了苏木 我知道当初你被我赶出陆寺后 被业姐除了名 现在我给你个机会 那还真是要感谢陆寺大恩大德啊 我不用了 如果你不答应 护士 或是其他任何地方 我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 你 明天我要在陆寺看到你 你怎么回来了 苏木 我们得留在京市了 热播短剧搬运站 一个专门分享短剧的圈子 最新一手资源 每日持续更新 微信扫描二维码加入 一次加入 精彩不断 微信扫码立即加入 是陆怀舟 嗯 而且 我明天就得去陆寺上班了 去陆寺上班 陆怀舟又想做什么 是我连累了你 我去跟他说 苏木 这些事我会解决 总有一天 我会带你离开这的 谢谢 那 你好好休息 你来了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不过 陆总让我来陆寺 就不怕陆寺一主吧 你没那个本事 那我们得 瞧 给陆海泽多安排点事组 我不希望他有多余的时间 去找苏木 你走吧 我陪他做康复训练 如果你不想我陪你做训练 我就把你抱回房间 陆怀舟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只是想陪着你 陪我 你是为了捉弄我们 你把我害得这么残 还不够吗 对不起 苏木 之前是我不对 你请你现在给我一个 追求你的机会好吗 追我 对 苏木 我爱你 爱我 陆怀舟 你对我做了这么多三斤天亮的事 你说你爱我 对不起苏木 是我明白的太迟 但在我得知你死亡的消息时 我才明白 我之前恨你 就是恨你不爱我 恨你和陆怀舟背叛了我 那现在呢 不恨吗 但现在我知道你没背叛我 祝我该相信你了 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可这个世界上没有何会要 我 我送你回去 你回去吧 以后不要再来了 苏木 你知道的 我不是一个轻易放弃的人 陆怀舟 我们之间的结局只有分到扬镳这里 无论你做了什么都是这样 你放弃吧 请最好的医生 给苏森中治疗 苏木 如果你把病好了 我们之间会有第二种可能吗 不会 怀泽 饿了吗 我给你带了饭 怎么样 嗯 闻起来真香啊 怎么样 我做的好吃吗 嗯 那我明天还来送 不用 大晚上的 多折腾 没事 就爱给我男朋友送 不过 你最近怎么这么忙啊 我们都没时间约会了 刚进手公司忙了点 以后就好了 那你以后可要多陪陪我 嗯 通知下去 以后不准在公司吃饭 真好吃 谢谢 那我先回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我是爱给你送饭的 不是爱给你送麻烦的 你不是我的麻烦 你送了我 我就是麻烦 我可不想 你送完我回去之后 你再回来家吧 那多费时间啊 好吧 那你回去路上 为安全 嗯 好 走吧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我打了车 陆怀昭 你把手机还给我 订单取消了 我送你回去 你应该 也不想我们在这儿讲迟 你怎么还不回去 我送你回来一趟 你不感谢感谢我 是你自己要送我的 是你自己要上车的 陆怀昭 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无耻 我还能更无耻 哎 陆怀昭 你怎么还不回去 你不感谢感谢我 是你自己要送我的 陆怀昭 陆怀昭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给我做一顿饭吧 小胆感谢 做了你就走 嗯 苏默还是爱着我的 他也还记得我爱的菜 你干什么 对不起 我没忍住 他居然道歉了 我先去睡了 你吃完就走吧 还是那个位 如果我和苏慕的感情 也能像他一样 保持不变就好了 苏慕你想什么呢 你和陆怀昭已经没有可能了 四小姐 您父亲从医院跑不出来了 怎么了 我爸跑出医院了 我带你去找 我爸到底去哪了 别急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相信我 马上就能找到 苏慕 你爸怎么跑到陆氏楼下了 我把他送回医院了 陆氏楼下 我爸已经找到了 你不用陪我了 那我送你去 我说了不用 你知道我爸在哪里找到的吗 在陆氏楼下 你公司楼下 他还记得你 记得是你让苏慕颇产的 对不起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 就离我远一点 离我爸远一点 陆怀昭 我求求你了 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了 苏慕 那我离开你 我真的做不到 怀泽 我爸没事吧 没事 医生刚给他数完页 现在已经睡了 苏慕 我复发病时 一直念着陆怀舟的名字 你对陆怀舟是什么打算 我怎么打算有用吗 陆怀舟那个人这么霸道 只要他不死心 我和他之间永远就断不了 其实想让他死心很简单 什么 苏慕 我们结婚吧 怀泽 我只是拿你当哥哥 而且 我也不能为了摆脱陆怀舟就利用你 苏慕 我喜欢你 我不怕被你利用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既然如此 那就只能用第二种方案了 什么方案 假结婚 只要骗过陆怀舟就好 这样的话 陆怀舟确实可能会死心 可我 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吧 苏慕 你这样犹豫不决 是舍不得陆怀舟吗 没有 怀泽 我同意你的方案 好 我去安排 你来做什么 宋勤俭 一个月后 就是我和苏慕的婚礼了 希望你能来参加 婚礼 苏慕说 你让他很困扰 所以 他向我催婚了 陆怀泽 你觉得你说的话 我会信吗 信不信有你 反正到了婚礼当天 你就知道了 苏慕 我信你不爱我 苏慕 苏慕 我会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得力 直到你来为止 苏慕 我会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得力 是要下雨了吗 是要下雨了吗 陆怀招不会真的还在等我吧 他 他应该回去了吧 陸怀装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呢 你怎么就迟到了 今天公司有事耽误了 好吧 下不为例哦 走吧 怀装我腿都沾缩了 上来 我送你回家 哎陸怀装 你来了 陸怀装 你不会一直在这等着吧 我说过 我会一直等 直到你来 那我要是不来呢 你这也不就白领了吗 但是 你来了 不是 那既然我来了 你就回去吧 苏默 你真的打算和陸怀装结婚吗 你真的打算和陸怀装结婚吗 是 这个给你 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 我们从头来过 你给我的东西我不要 回去吧 苏默 陸怀装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相信 我们已经回不去了 从秦梦一涉及我 从你不相信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就没有未来了 不要再来找我了 除非 你想看到我死在你面前 苏默 这就是报应吧 我以前能用对你 在于如今的一切 我都在牵手 苏默 我们就还是把你弄丢了 在于如今的情绪 在于今的情绪 苏默 之外 我已经停留塌 我就在于此 苏默 给我的女人 我带你 我带你 为何 这你 我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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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来 你我带你 我带你 你来 我带你干你 让我最后再抱你一次 陆怀张是哭了吗 苏默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了 苏默 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了 以后 你也好好的 嗯 你走吧 他说的是真的吗 他真的不会来找我了吗 不过 为什么我还是会这么不舍呢 四目 我明天请了假 我们去试婚纱吧 怀泽 陆怀舟说他以后再也不会来找我了 我们这戏 是不是不用演下去了 陆怀舟说不缠着你 只是因为他认为你要嫁给我 如果我们现在中途放弃 让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我们骗他的话 他会怎样 你应该比我清楚 好吧 那就麻烦你 陪我演到陆怀舟爱上别人之前 嗯 陆总 律师一家遗嘱改好了 嗯 陆总 您真的想好了吗 可今天苏默还和陆怀则一起去拍了婚纱照 婚纱照 是啊陆总 您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是我欠他的 以后 他的情况你都不用再和我说了 下去吧 怀泽 陆怀舟他来了吗 苏默 你一定要提醒我这场婚礼是为了给陆怀舟看而准备的吗 还没有 不过这场婚礼的状况他事后也会知道 所以我们还是准备齐全一点比较好 这样不只是陆怀舟 所有人都会认为你是我陆怀则的女人 苏小姐 我联系不上陆总 您能帮我去陆总家看看吗 周助理 今天是我和苏默的婚礼 你的要求 未免太过分了 苏小姐 陆总这几天的状态真的非常不好 算我求您了 苏默 婚礼快开始了 我们走吧 苏小姐 陆总都为您更改了遗主 您真要不顾他的死活吗 遗主 是 陆总说在他生死后 他要将所有财产都给您 死 他要将所有财产都给您 路怀舟他们 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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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担心 会没事的 医生他怎么样了 幸好送来得及时 病人已经没事了 我去看看他 苏莫 你就这么爱陆瓦仲吗 既然这样 乖 把在陆氏的商业机密 卖给王氏 陆怀舟 你怎么这么傻呀 你要是死了 我该怎么办 陆怀舟 陆怀舟 你醒了 是你救了我吗 嗯 那你和陆怀舟的婚礼 梅姐 陆怀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都要嫁人了 我活在这世上 还有什么意义 不过 你竟然为了我选择逃婚 是不是代表着 你心里还有我 你想多了 我只是看不得 有人因为我失去性命 你以后不要再做 这种蠢事了 我去帮你 帮你出院 陆总 不好了 陆氏的商业机密被泄露了 去调查是会怀则所为 知道了 可以走了 你回家后 不要吃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也不要喝酒 洗澡时注意伤口 不能碰水 苏默 既然你这么放不下我 就跟我回去吧 陆怀舟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 陆总 陆总 陆怀舟到群入市机密的证据 已经准备出来了 送去警局吧 陆怀舟 你能不能放过怀泽 想让我放过他 可以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我会送陆怀泽出国 你能不能放过怀泽 想让我放过他 你们两人以后不许见面 出国 如果你是建议我和怀泽关系 那大可不必 我只是把他当作哥哥 父母 你就这么舍不得他吗 竟为了他撒谎 我没说谎 可是你们差点都结婚了 那是假的 我们只是想做给你看 让你放弃我 可没想到 假的 也是 你那么讨厌我 不过 你对陆怀泽虽没兴趣 但他对你却是身心实意 结果 他非处不可 第二个条件呢 第二个条件 就是你得给我一个 追求你的机会 陆怀招 我还以为你改变了呢 没想到 你还是这么无耻 对不起 你一直不让我靠近 我别无他法 真的只是机会吗 嗯 好 我答应 不用去警局了 给陆怀泽 买张今天下午去国外的机票 苏默 我走了 以后我不在身边 你要好好保护自己 你去了国外 还是管管你自己吧 沃默 我会保护的 陆怀州 你用这种卑鄙手段逼迫苏默 你真恶心 那我倒要感谢你 肯给我这个机会 你 好了 不要吵了 怀泽 你到了以后 记得给我打个电话 陆怀州 以后要是让我知道 你欺负苏默 我就算是死 也会爬回来的 放心 我就是死了 有国外的伤害送过了 沃默 我联系了国外一家 典器的精神科医院 我们把报复送过去治疗吧 难航借一家的恶雨 爸是明天的飞机吗 嗯 明天的上午 所以老婆 明天上午我去接位老爸 下午再陪你去产假 谢谢你 对我爸这么好 但是你爸 我当然得对他好 而且当初要不是他劝劫 你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原谅我的 也是 不过 爸的病现在已经稳定了 到时候我们带着爸爸 去海边居住吧 为什么 我知道你喜欢海 所以我想带你 看面这世上所有的海 那公司怎么办 公司我会交给其他人打理 以后我的时间都给你